來 喝一杯 來 喝一杯 為什麼要從事 釀酒師的行業 你是怎麼想的 做這個我煮有薪水 所以我就真是認真在做 做到台北了 做到20年 所以後來就跟一些朋友開這個 你總共有幾個獎 我們其實最厲害的是今年就一個獎 你的獎 今年全世界有差不多幾百的獎 上去比幾個亞洲獎 跟四斤 四斤 我們台灣 就是四斤 跟你們這斤贏 另外一斤 台灣還有另外一斤 另外還有一斤 也很不簡單 為二 我們台灣 亮酒的行業 目前發展了怎麼樣 其實目前表現是不錯的 台灣有一個很大小的法律 就是 它規定酒唱 一定要去江洋庫 你無法做一種 人可以先去生意 因為沒有人想去江洋庫 水果王國加上 我們的酒精類的亮澆啤酒 創造另外一個獨特的風味 然後幫助果農 我們有在做一種 你有沒有做這件事 哇讚喔 你買一些酒 我們會用 像百香果 還是什麼金錢 還是什麼牛丁 我們其實都有在做這種事情 所有的啤酒這些的合成的過程當中 都自己去想 我們就是自己去學 自己去看 做到來做經驗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些商業酒 台灣追購房國 像啤酒用任何形式來創造另外一種 幫助農民的農產 創造另外一個產業的家產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的 年輕人的創業產業 他們是希望的就是說 不要是伺服我的環境 讓我能夠有發揮的空間 給我們多一點支撐的力量 那他們就怕會出 我跟你說 哎唷你不要幫我帶一個 好友誼 好友誼加plus阿傑 不會比較有價錢 是我們家長之光 家長校長你有聽到嗎 現在才來做校長 這個結束下午沒辦公室 你十萬元去過了好不好